大家好 我是陈老师 欢迎各位今天继续收看我们的节目 今天是我们的诚实世界新闻 开始之前 请各位按下订阅小铃铛跟赞的按钮 这样老师以后更新视频的时候 您才能获得通知哦 好 我们来看看这几天又发生了什么世界大事 世界最大的网路服务提供商 Google 也就是谷歌 在奉行美国政府的命令之后 极其罕见的针对特定的合作伙伴 也就是华为 停止了全面性的服务 这个举动让全世界哗然 因为大家认定 Google已经不再中立了 也可能随时将世界上任何人的个资 都交给美国政府 Google已经不再令人信任了 而我们这些常年使用Google的使用者 都已经把自己的身家资讯都交给了Google了 以后我们也不再安全了 而美国政府对Google的听话造作似乎也不是很满意 根据华尔街日报的披露 美国司法部正准备对Google展开反垄断的调查 这个举动可能会让这家搜索巨头 面临新一轮的重大监管审查 甚至可能殃及了其他的科技巨头 这个行动是谁指挥的呢? 是由FTC 也就是美国的联邦贸易局 他在之前对Google调查的期望值很高 但是很神奇的Google都能够全身而退 这让FTC的工作人员在内部就对Google的行为 提出了很多种的质疑 都认为这些是反竞争的行为 但是他们的所有质疑都让Google有很强大的理由 来说明自己的行为是有利于竞争的 并且专注提供消费者喜爱的服务 根据一份2012年的FTC 美国贸易局的工作人员备忘录中指出 相关证据显示 这是一家很复杂的公司 也就是Google 他是一个组成非常复杂的公司 一方面Google致力于其总体目标 即通过提供最好的用户体验 也就是让我们最方便的 最能够常用到的工人 来维系自己的施占率 但同时他的一些手段 会让其他人很难去跟进 让到其他人造成的伤害 并且Google会在非常大力度 去巩固自己在搜索市场里面的垄断率 那这个老师怎么看呢? 以老师的观点了 在这个时间 美国开始对Google去加大力度的下手调查 而且用的还是一些比较魔能两可的理由 已经近几乎是找茬的方式去下手调查 这可能是为了逼迫Google来交出更多的资料 包含了谁呢? 美国国内的政要 以及世界各国的要人 他们如果有使用Google的Gmail 或者是云端硬碟 他里面的资料 还有他们的通讯网路 是不是能交给美国的情职单位 让他们来掌握更多讯息呢?事先看到另外一方面 除了Google以外 美国在德拉威尔州的法院 Facebook向股东交出了一些 包含了敏感的个人隐私性的讯息 这个行为涉及了 目前已经停止运作的数据公司 之前他们的合作伙伴 提供了这些用户的隐私档案 那这个时候 法官还批准了Facebook的股东 去审阅这个创办人 也就是祖伯克 他涉及数据隐私法调查的电子邮件 这个问题也独显出 美国的社交与网路平台 他们之前所声称的网路的隐私权 以及资讯的保密措施 其实并不如他们所声称的这么安全 极有可能在内部人员的运作下 轻易的交出或交换任何人的个资 这些个资 有时候不仅仅只有个人的 可能还包含了所有使用者的什么 生活圈 人脉等相关资讯 毕竟在这个时代 谁掌握了大数据 谁就可以获得巨大的利益 在另外一方面Facebook也开始加大力度的移除伊朗相关的虚假账号 页面以及群组 这不只是Facebook 还包含了什么Instagram 都在进行相关的事情 他们声称这些账号 主要是伊朗在主导一些舆论的操纵的一部分 这些账号 他们关注于什么?政治的话题 或是他们认为他乔装成记者 或与其他联系决策者 或是一些在美国的伊朗籍的学者 或是一些对伊朗产生同情的人 所以这些状况来看 其实就是他只要怀疑你去注意政治的问题 那你就可能被美国政府所关注了 来我们回到亚洲 这也是今天老师要讲的重点 今天在新加坡举行的香格里拉对话 在5月28号到6月2号 在新加坡举行了 这个所谓的香格里拉对话 是由英国国际战略研究所 以及新加坡的国防部 亚洲安全峰会办公室 一起攜手我们来举办的一个年度论坛 他这个论坛了 是在2002年开始手办的 然后每一年在每一年的6月上旬前后 都会在新加坡市中心的香格里拉大酒店召开 所以他就称作香格里拉对话 参与这些论坛的人会有谁呢? 包含亚太地区的28个国家的国防代表 军方将领 政界人士 这个论坛只在加深亚太国家之间的安全防务 以及互信 当然我们中华民国有没有参加呢? 应该是我们中华民国不屑于参加这个小论坛吧 所以是说应该不是他们没有邀请我们 但是值得注意的事情是中国方面也派遣了现任的国防部长 与现任的国防委员、政务委员 还有13名的上将等将军参加 这个举动是中国自2011年以来 第一次以国防部长与政务委员如此高的等级 来参加这个会议 这个会议呢 中国在6月2日的时候,然后在国际与中国的安全合作议题上面 这个国防部长引用了美国人士说明的 美国之所以强大 是因为林肯统一了南北分裂 来再次向与会人来说明台湾问题 事关中国的主权与领土的完整 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会容忍分裂 且同时在会中表示 如果有人要将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 中国军方将不惜一切代价 来维护统一 中国国防部长且在会议中正告民进党当局 对中国的军队的低估 都是极其危险的 如果他们解放军不能维护统一 那还要解放军做什么呢 如诗人语 其实过去中国已经不断的放话 在各种场合都说过了 但是在中美贸易战正火的时间内 在这个敏感的场合以及这个阶层 而且是现任的国防部长说出来的话 老师就觉得这个值得很注意了 有看过老师关于中美贸易战系列 以及推背图的朋友就知道 老师其实对于中国在这次贸易战 来切割美国对中国的影响力 以及台湾这次选举可能产生的问题 都在在的可能会影响台湾北中国武统的可能性 因为无论任何的国家跟朝代 你们要处理领土的问题的时候 最需要的就是时局的混乱 这样来进行领土的整合跟争夺 是最好不过的事情了 过去因为中美的国际之间的互动上 那可能中国还会投资机器 还会整胜考量时间性 而现在如同老师过去说的 中美关系越差 台湾问题就会越早的被处理 如果2020年的台湾大选 出现动乱或是舞弊的可能 或是目前的执政党 发布了类似戒严或是震报等措施 给予解放军一个微不足道的借口 那过去康熙皇帝 利用的东宁国之乱 来收台湾的戏码 就会再一次的在我们身上演出 至少会在老师的身上演出了 回到美国 美国的总统 特朗普 也于6月3日的时候 开始为期三天的访音行程 根据国际观察人士指出 特朗普这次必定要卷入英国脱欧的乱局 而且无论谁最终要接替现任的首相 梅伊 特朗普都会设法争取新任元首跟白宫 也就是美国齐心协力的采取封杀华为的政策 来阻止华为参与英国5G的网路建设 跟上次他访音的时候 一样 我们的特朗普全程都遭遇到了抗议跟示威 抗议者 这次还放了一个非常大的 叫做特朗普宝宝的大气球 而且在伦敦曼特斯特,贝尔法斯特,还有伯明罕等地都举行了示威 特朗普他在飞机要降落在英国之前 他又发了一条推特 这位总统他非常喜欢自己发推特 他在推特中讲了什么呢?骂伦敦市长 萨迪克是一个很顽固的废物 市长当的很差 对即将到访美国总统 为什么你态度这么不好呢? 我可是美国总统啊 你这样实在太愚蠢了 他应该是认为是说 你要把心思放在做好你的市政上面 而不是一直盯着川普啊 这个话题在台湾的同胞 你们有听到 昨天我们的总统也讲过类似的话 他也觉得我们的韩国瑜应该赚注在他的市政上面 而不是一天到晚看着我们的蔡英文总统 而特朗普发动的贸易战 不但跟北美邻国包含加拿大的雨沃 跟摩擦 还跟中国已经掀起了一个难以挽回的战火 跟着英国,也要难得出现很多的谈判的问题 美国驻英国大使日前对BBC的记者表示 英美贸易谈判将涉及涵开一切的物品跟服务 包含了英国最引以为傲的全民医疗保险 NHS这间公司向美国投资者开放的问题 也就是川普希望让美资能够进入了英国的全民保险公司 全民医疗保险的公司里面一起经营 也就是涉入别人内政跟主权了 当然英国的政府一块立场是NHS 你想都不要想 你是外国这个东西 外国的资本不可以加入 那特朗普上次反应的时候 曾经去约遇了当时英国首相 梅伊 他在脱欧的问题上 对欧盟太软弱了 他当时警告了梅伊 如果你让欧洲里面还让英国存在的欧盟里面 这个单一市场中 你会妨碍到英国跟美国保持更密切的贸易关系 川普不断的试图影响欧盟 联手封杀华为的5G已经失利了 那这个状况下 他希望能够在把他这位远亲 说服脱离欧盟 让英美再度的兄弟联手合作 不过按照英国人的平气 应该会难接受 你这位美国牛仔 一副高高在上的样子 要把英国当成小老弟的态度 恐怕会让英国人难以接受了 这一方面看到 美国试图不断的想要在各地撩起了战火 或是破坏了世界的和谐 这个状况 其实未来的发展 还实在令人很有趣 但是也会对我们台湾 会有极大的影响 以上就是这集的诚实新闻 我是陈老师 下方有老师的推荐视频列表 欢迎新朋友观看老朋友回顾 如果你需要老师的专业命理咨询服务 请在视频列表的最下方 或者在这里 都有老师的联系方式 我是陈老师 我们下次见 我们下次见 欢迎订阅